在2020年初打响的这场疫情攻坚战中 全国各地都加入到了防控攻坚 二十余省市向湖北发出医疗队伍和救援物资 果然就在国家卫健委于2月7日宣布的一省帮一城政策后 在其他地方以省为单位 为对口支援武汉16个地级市时 全国人民又发现了散撞的江苏 自江苏省出发的原额物资医疗队 并不是统一调度的 而是以若干地级市 甚至以县区为单位独自为营 这十三太保独立成团帮扶黄石 刷新了人们对江苏这个个性十足的省份的认知 十三太保一词最早出现在唐朝末年 节度时李克用的十三位儿子都被封为太保 且各个儿子都有一番作为 因此十三太保名养天下 以至于后世有很多组合都以此为号 江苏十三太保代表着江苏省各个地级市实力都不弱 以至于省内没有具有压倒性实力的城市 从文化上 经济上 十三太保谁都不服谁 其实之所以有散装的调侃是因为 江苏省发展相对均衡 且文化差异大 各个城市对其他兄弟城市 乃至对于省会的依赖性和认同感并不高 经济层面的江苏实力均衡而强大 2019年江苏省的GDP达到了9.96万亿元 相当于整个的俄罗斯 更惊人的是 省内13个地级市GDP全部超过3000亿元 全是中国百强城市 不仅13个地级市很强 江苏的县区也很能打 多年来江苏的全国百强县数量第一 去年达到了24个 其中有12个GDP超过了1000亿元 不夸张的说在江苏省内 随便挑一个互相顾服气的城市 放在中部省份都相当能打 其中最强的县级单位 昆山市的GDP 更是相当于西藏和青海的纵失 江苏的人均GDP也高 1.8万美元的人均GDP 只比北京上海台湾三个省低 在所有省中傲视群雄 正因为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做基础 江苏的各个城市 打造当地文化产品的效率都很高 江苏省省内有多极共存 南京是文化政治中心和六朝古都 苏州是经济中心 徐州又是交通中心和淮海地区的核心城市 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和城市定位 更多的时候 每个城市都更关注塑造自我认同感 而不是区域归属感 以至于13个城市谁都不服谁 家底子这么厚 人家当然有资格各自主导医疗队了 放眼全国这种均衡优秀的经济实力 是其他省份难以企及的 相比之下 发达如广东省在人均GDP上只差江苏30% 但是内部的珠三角和越北越西地区有着天壤之别 用排行榜的两级为例更为直观 江苏省内差距最大的两个县 连云港灌云县和江苏工业园区的GDP差异只有7倍 而在广东垫底的梅州五华县 GDP仅仅有深圳南山区的25分之一 都是发达省份 为什么内部差异就这么大呢 原来江苏的经济主要基于国内市场发展 而广东依赖于外向经济 珠三角就是整个省份最重要的经济阀门 其他城市更依赖广深等大城市 都认可并保护珠三角地区越语区的文化优势 广深作为广东两大一线城市 极具高端要素的能力更强 服务业更发达 对珠三角地区的转型升级 起服务带动作用很大 而在江苏无论是苏州还是南京 对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都与广东有较大的差距 我们更应该看到和其他省相比 江苏省内发展均匀而发达 就是进步和文化繁荣的表现 在重视经济建设的今天 只要经济上相互沟通 相互交流没有障碍 就没有必要要求 个性不同的地域文化绝对统一 否则就会人为的加剧异性相斥 不过在调侃十三太保原恶的同时 全国人民更希望看到的 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整装江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